我不能说我学会程式写作 但是我觉得程式写作真的是好东西 因为我看中的不是那个技术本身 就是说我可以用一些 因为我如果说只是教小群的程式写作 我其实不需要花太多 我不需要有非常艰深的理论背景 但是我又可以带出所谓运算师 帮助孩子用他觉得有趣的方式 那他又不不不觉学到老师想要他学到的一些 比较内在比较高次的思考力 然后像创课啊运算思维啊 然后AI的生成工具啊 还有CAMPA的绘图啊 心智绘图工具 还有我也学到一些简印啊 还有OBS的制播 那个影片制播软件 非常丰富 然后有非常多样 其实同时都在用 那我其实会 我等一下会秀我的一个成果 我其实一直有那个企图 因为我觉得学得太多东西了 但是那个东西就像文士老师讲 你不用快就忘了 我就还给老师 所以我于是 后来 后来那个素允老师就说 啊好啦 那个文士老师就讲很多次 要参加教案比赛 我们就试一下嘛 就那个改一改改一改 然后欲罢不能 然后到最后就希望把所有那个文士老师教的 这个历程 各样的这个 这个绝学啊都能够存入在哪里面 然后 后来 我觉得我这样最大的改变 当我重拾这个教学热情之后 我开始尝试去改变我的教学 从事开 尝试改变我的课堂教学 然后 我也为了 排除去建了一个 SIM的 学习的资源网站 然后呢 参加科技教案比赛 那其实我 我其实跟我老婆就是 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 就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难等的体验 就觉得 自己年轻一把了 怎么还跟 跟那个小小孩一样一起 然后贴着那个贴纸 然后在会场上面 布置会场 然后还要 煞有其事的跟那个 评审报告的 你的作品 这个是 这个其实是 始要从未解 我觉得这也是 给我带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然后呢 重新 我觉得 重新去寻求新的教学模式 所以 我也不认为 我 参加完这个教案比赛以后的 教学模式 就OK了 虽然感觉好像有得解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只有我们一对参加 所以我得解 但是 我心里一直是有一个期待 就是 我会再看到那种 孩子 充满那种 学习热情的 那个 那个激励之下 我 会 再 会让我 重新出发的 那个 重回那个以前的那种 教学初衷 然后呢 我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这个对我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 启发就是 我开始要重新 学习 如何教学 因为当我 当那个 文森老师把 知识型 那个 透色量是在干颜面 带进来之后 因为 我就发现 我在准备那个 教案比赛的时候 每天 老大就是充满了 知识型 然后拆装 顺道品 就一直要想怎么样 把他怎么样 在那个 教学上面发挥到 淋漓尽致 就脑袋 都随时都充满 这些东西 那 这个就是我 我其实前后 其实对我来说 呃 从头到尾上完这一堂课 真的非常智慧飘教 那我觉得他 其实不只是一堂 资讯课程 那其实他 也是一个 目前 能够改变 改变目前老师的一些 呃 内内在状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课程 那如果说这样的课程 未来 呃 长官可以继续支持 然后让 更多想要重拾 热情 或是找不到 他 未来的教学生 应该要何去何从 那未来又有可能 会要交到65岁 呃 我觉得这样的课程 是对老师来说 是非常的 必要的 嗯 嗯 嗯